入大學一定要入八大? 大家好,我是Woody DSE剛剛放了榜 相信現在不少考生 都根據自己的成績 個人意願和畢業出路 計劃讀甚麼課程 讀大學就要入八大 這個傳統根深蒂固 相信不少考生都以讀八大為目標 不過去年認考DSE的考生有五萬多個 而八大的學位就只有萬三個鬆點 換句話說只有兩成的學生 其實可以入讀八大 而根據以往的數字 超過三成的學生 是會入讀自資院校或副學士課程 有不少人認為 讀自資院校是一個迫於無奈的選擇 那自資院校是否真的差人一等 還是這是社會的偏見 其實自資院校不一定比八大差 他們專科教育畢業生的人工 其實可以比讀八大高 以名外專上學院近年推出的 拔地治療科為例 他們畢業生的人工 是可以高達兩萬五千元 而專門提供和醫療有關課程的 東華三院 他們早前也宣佈了 他們上年的畢業生 平均的人工是高達兩萬九千元 前景和出路都相當不錯 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 如果簡單自己想讀的科 讀自資院校專科教育的出路 是不會比讀八大失色 而對於自資院校來說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專科行業 面對人才短缺的問題 例如資訊科技、物流和工程建築等行業 自資院校可以開始更多有關的專科課程 不單可以培育更多 設合社會和行業需求的人才 亦可以提升他們和中合型教育大學的競爭力 吸納更多學生 最近在新聞也看到 有一位Ivy的畢業生 讀完一個電機工程高級文憑課程之後 創辦了一間自動化工程及顧問公司 在疫情期間 幫本地口罩的生產商提供維修 和安裝口罩機器等的服務 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到 香港不單需要學術型的人才 技術型的人才也同樣重要 而長遠來說 自資院校可否擔當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去推動應用型教育呢? 這樣就可以令香港的高等教育更多元化 令不同資質的學生 找到屬於自己的出路 為未來做好準備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關於教育政策的研究 就記得追蹤我們的社交媒體